大家好 又是我雞腿貓 今集會帶大家來到全深圳最大的夜市 就是鹽田社區夜市文化街 他說於深圳保安區西香街銀田路11號 開放時間由下午4點到晚上12點 這個鹽田社區夜市文化街是一個合法的夜市街 所以你看到每一個檔口都有一個獨立的編號 這裡很多的檔口都自己放了一些桌椅 讓人坐下來慢慢吃 這裡的夜市的選擇都不少 有螺絲粉 羊肉牛肉的烤包紙 還有粉絲蒸扇貝 山蠔等等 剛才說過他們的營業時間是由4點開始的 雖然說4點 但其實很多檔口都5點來6點才正式開檔 所以大家來到這個鹽田夜市文化街 都不需要那麼早來到 還有大家來到鹽田夜市的時候 建議大家不要那麼急著買東西吃著 你可以先走一轉 看看有什麼適合心思 才決定買 這是最好 這裡的食物款式選擇都很多軟化的 有很多檔口都是賣花甲粉 螺絲粉 還有粉絲蒸扇貝 山蠔 我看到很多檔都有賣 還有炒粉麵飯 這裡也有 還有烤串 烤串 有很多檔口的價錢都有分別 這一檔10元30寸 但你就要先問清楚價錢 不是款款都是這個價錢 這裡人樓有時候會有很多好劑用 大家要記得保管好財物 始終這裡人多擠迫一個不小心 整個錢包店不見了都很麻煩 這一檔叫做大連火爆魷魚 大魷魚15元一吋 而小魷魚15元兩吋 它都明碼實價寫出來其實都不錯 如果沒有寫價錢那些最好就問清楚 我們走到這邊看到一間寫著1元撥撥雞的檔口 很多人圍著 我拿了一杯 就放一些撥撥雞 撥撥雞呢 就是現在看到這些 好像串燒一樣 其實就不是熱吃的 蔬菜呀 一些內臟呀 肉類也有 但大家要留意 它的招牌名寫著1元撥撥雞 不代表全部都是 有些原來是2元一吋 所以 都是那句 問清楚他們 先好付錢 最後這一盤 原來已經17元了 給他們檔口的店員 拌兩拌 避濟醬汁 就吃得了 既然吃得東西 當然要買東西喝 撥撥雞旁邊 有這一檔專賣飲品 我今次就買了他們的芒果汁 11元人仔 是中杯 如果大杯 就是15元 隔了幾分鐘 老闆娘就給了一杯 芒果汁我 剛好有一張桌子沒有人坐 所以我們就坐下慢慢試 那他們的撥撥雞 基本上全部都調好味 而且很濃味 基本上你吃一吋就要喝東西了 那繼續走 就會見到有生人果檔 那當然沒有價錢的時候 你都要問清楚那個檔主 那生果檔旁邊呢 買些酸的 都是醃好了 好像很吸人 這一檔呢 就烤爛麵 即場在烤 有點像鐵板燒 那因為現在夏天的關係 其實走了一陣子都整身汗 尤其是這裏呢 油煙又這麼大 又這麼多人的時候 那剛才買的那杯芒果汁呢 都很快喝光了 忍不住又想買東西喝 剛好走過一檔 賣新鮮椰子的 那椰青呢12元而已 在你面前 立刻拿筆刀在這裡批 都很大過的 喝起來都很清甜 真是消暑一流 那這裏看見到 潮傘的牛雜 還有啊 潮傘的刨冰 那前面啊 都有豬腳的 那發覺這裏啊 那些食物呢 有一些不是那些 很大老的食物 那些米糧糕啊 還有前面這檔呢 都不知道吃什麼 叫做平肝醬肝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但是都拍給大家看一下 這裏呢 見到啊 李記海鮮會 有小龍蝦吃的 還有不同的海鮮 好像很豐富啊 旁邊呢 羊肉湯啊 都有人幫襯一下 那接著見到啊 有一檔是賣印度飛餅的 最便宜呢 12元有個蔥花飛餅 但我們這次呢 就試一下招牌的香蕉飛餅 那好像泰國的夜市那樣 即叫即整的 那然後呢 它就會放在煎爐裡煎一陣 那煎好之後呢 就會放在砧板裡切開一份份的 那趁熱吃呢 是最好吃的 但是小心辣手 因為真的很熱的 拿回竹籤吃了 還有一檔是賣車輪餅啊 雞蛋漢堡的 都很熱鬧 很多人幫襯 那我們就吃這間 台灣美味花甲粉 那現在看到石子呢 是裡面裝著花甲粉 那包著一起去煮 一盤呢 就19元的 那裏面呢 都很多花甲的 那湯呢 那當然都是那些美精湯底的了 它又加了一些酒下去 那調一調味更加香 那最後來回個小小總結啦 那鹽田夜市文化街呢 比我想像中呢 就不大 如果剛好來到西鄉啊 或者保安區這邊呢 都可以值得一來的 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分享影片 和讚好啊 如果大家對我們的頻道 有任何的意見 歡迎在留言區留言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